Hello,你好,我是有胜 这是BFM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 大致总体经济,小致股像走势 乱你东西,市场先机 那么美国政府在上周边公布了 7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而去年同期相比是达到了8.5% 这是今年以来第一次出现降稳的迹象 真的是太好了 因为整个通膨的问题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那么在公布当天 其实我们都是看到市场都在庆祝这件事的 在我心里面我还是有一个很大的疑惑 通膨真的是见顶了吗? 但我们从整体市场行情来看 其实衡量美国科技股走势的纳斯达克指数 暂时是挥别了熊市 距离低点其实已经反弹了超过20% 也有不少人认为 这可能是开启新一轮牛市的行情 但如今美国经济都陷入了基础性经济衰退 而中国的经济更因为清零的政策 也是来到了瓶颈 所以这到底是新一轮牛市的行情 还是未知熊市的开始呢? 我们今天很高兴有iFast的投资顾问谭成伟 学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和我们剖析一二 学们你好 学生你好 是 学们我们先来看回去美国上周公布的CPI的数据 这大概是美联储今年开始升息以来 第一次出现降稳的迹象 而美国7月的CPI同比的涨幅是达到了8.5%的 这也是低于市场的预期 但这是否意味着整个美国的通膨 真的是已经见顶了? 我这么说吧 其实我们看到在上星期的CPI的数据 就达到了年增8.5% 这比现前预期的8.7%还来得低的 我们再除了看这个之外 因为我们看了所谓的CPI消费者消费指数 我们再来看一看前几天先公布的 那个生产者物价指数 它也出现了下滑的那个迹象 对比起上个月它下滑了0.5% 所以它是疫情以来的第一次下滑 生产者物价指数通常是CPI的领先指标 这样子来看 其实市场可以对未来的通膨的那个趋势趋缓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强行增 所以这样子来看 如果我们看油价最近又在回落 我们看到OPEC或者是沙地开始在慢慢增产 所以这也是会导致石油原油价格开始回落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CPI 大部分的数据其实还是慢慢往上升 但是消费者在燃料价格那边 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缓冲 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接下来9月份10月份 其实美国是相当有望可以录得一个比较更慢的一个通膨本胜指数 当然我们去对比成美联储本身自己的那个mandate 他们的那个要求是要把他们的长期的mandate 是要把所谓的CPI拉去2.0 降到2%这可能吗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太过ambitious 要求不可以那么过分 让它回去2.0% 回到去一个6.5% 这个数据会是市场比较能够接受跟想看到的一个数据 这也是为什么也解释市场 其实对接下来美联储人的一系列的那个动作 明年6月份之间或许会有一个降息的一个举动 所以这个是市场开始在谈论的一个课题 但刚刚你提到的整个油价的问题 我们都看到之前在俄欧战争爆发的时候 其实国际的油价是非常高的 最高我看到是大概是来到了120美元左右吧 最近也是油价有非常大幅的一个的回落 其实整个的国际油价的整个的市场 其实最近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的事情 让油价开始出现大幅回落呢 最大的影响就是 其实我们看到因为中国不断的有零行封锁政策 我们看到自从澳门过后 大家到了三亚 陆续续的一些城市 有最近有零行的一些封城的一个措施 这也导致了中国的那一个本身的工业指数 其实是比较停滞不前 当然对比起4月份5月份的数据 就是中国的工业的整个工业 其实都有在复苏的一个迹象 但是对于原油的那个需求 还没有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所以这也导致了为什么 在市场开始看到 供应开始慢慢走步恢复的 这个情况一个大前提之下 反而中国的需求却还没有 pick up还没有开始恢复 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油价 开始有一些回落的一个迹象 再来就是我们看到 当然除了中国以外 全球各大城市 每一个国家的那一个所谓的 那个PMI 他们的那工业PMI 都录得了一个 比较有一些小幅回落的一个迹象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其实各国的工业指数 也开始对石油的需求 开始慢慢放缓 因为现在毕竟我们看到 各大企业告诉你的是 我们的库存很高 我的Inventory还有很多 所以我不需要去制造那么多的Goods and Services 这样子也会解释为什么 各国的工业的那个指数 是有一点点回落的一个迹象 这也解释了 石油在短期内会面对一些下行的一个压力 当然我们也看到 刚刚我们有提到 就是OPEC 他们开始有在考虑要在年底 在10月份增产 这也是会为油价带来一些比较下压的一个风险 那么其实按照你的观察 我们可以做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小结论 那其实就是美国的通膨 其实有希望进一步回落吗 毕竟整个的油价 目前看起来是大幅的回落了 因为它是在整个的生产者物价里面 一个可能是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的指标 我这么说 现在其实当我们看通膨数据的时候 就会有CPI跟Core CPI 就是核心CPI的这个指数 Headline CPI就是我们所看的普通的CPI numbers 它在指的是包括油价在内的燃料价格的数据 Core CPI是已经把燃料价格拿出来的 所以所以正常来看 当然在7月份美国的数据显示 CPI也好 Core CPI都好 都取得回落的一个趋势 但是对市场来说 其实要看到CPI回落是一个不是很难的事情 你只要油价放缓回落的话 CPI就会跟着一起的往下走 但是Core CPI包括的是房屋价格 你的食物的价格 你的那一些消费的其他的一些重要的指数 他们会不会及时回落 这个就很难讲 因为这个它需要时间去从油价 传选去其他的生产者的一些指数 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们想要跟投资者呼吁的要 Headline CPI普通看到的那个CPI数据 接下来的几个月 的确会因为石油价格开始往下走的时候 开始慢慢变得比较慢一点点 它还是会增长 但是还会比较慢 所以这个是市场能够去接受的 Core CPI就不需要太过 希望我搞不好 我会在9月份10月份来到一个低点 反正它的那个下滑的那个幅度 下滑的速度会比较慢一点 也比较小一点点 那么其实美联储他们的最终的目标是2% 也有一些人认为 如果其实是整个的通膨率 其实要达到2%的话 唯有选择让整个经济的硬走路 也就意味着说可能要采取一个 非常非常激进的一个的升级的措施 才可以达到的 是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吗 OK我们再来看 其实对于美联储来讲 作为政策制定者 他们是没有能力去直接影响 所谓的那个CPI的数据的 他们不能够控制消费者 要怎么样去消费 他们能够做的就是通过 在利率做调整的手段 来影响市场的信心 市场对未来的定价 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长期目标的确是要维持 所谓的价格稳定的一个大目标 2.0%的一个investment rate 但是这样子来看 2.0其实在今年是不切实际的 明年也不会很实际 所以美联储不会是说 现在的是8.5 它距离我的2 还有一个很大的距离 我就必须要通过疯狂升息 来抑制我的消费 它不需要 它只是要通膨开始维持在6 可能明年到5.8到5.5 就会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进步 因为像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回顾 去年这个时候 8月份 9月份的这个时候 美联储跟市场沟通的讯息是 所谓的现在的通膨暂时性的 他们称之为transitionary inflation 但是到了12月份 1月份 通膨并没有开始放缓 再来加上俄乌战争 反而把通膨推得更高 所以这个就让市场对于美联储 升息的这个步伐太慢 引发一个隐忧 这是市场被困扰的一个课题 这样子来看 如果当美联储已经把大部分的那个 利率的那个期望值拉得很高的时候 到了今年年尾 如果我们看到 美联储的点证图 其实他们还是在预测 在到了今年年底的时候 美国的利率会来到一个3.4到3.5%之间 明年2023年 一年就会去到3.6 这样子来看的话 以这样子来推算 其实今年应该还有三次的升息 会反映上来是2.5吗 2.5到3.5 你还有一个1%的一个距离 很大可能 9月份 会看到会有一个50个基点的升息 11月份 12月份 会各有一个25基点的一个调升 就是上说三次 会把那个利率拉到去3.5的这个水平 明年几口可能会有一次 3.6或者是3.75 但是这个东西 市场开始在慢慢在定价的是 可能美联储明年不会那么的激进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 它会是美股自日月底开始回弹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对于市场而言 当然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消息了 毕竟之前大家都忧虑 美国会采取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升息的措施 甚至升息100个基点 那目前看起来是稍微有点缓和的迹象 因为目前通膨都降下来的嘛 但如今我们还是看到美国政府 对整个通膨的问题其实还是非常关心的 因为美国国会最近通过了所谓的通膨的削减的法案 要推一个的法案来到去禁止抑制整个通膨的问题 而且也是分为三大的环节的 分别是气候变迁 降低处方的药价 还有对企业征税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法案其实对降低通膨方面 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我这么说吧 其实这个法案在短期内 并不会为通膨带来多大的放缓 怎么说呢 这个法案需要时间 他也刚刚被美国两院才刚刚通过而已 这样子来看 我们来看这个法案其实比起对于市场对于经济 他对拜登在中期选举的胜算的帮助来得更大 宣扬政绩 对 因为我们看到 是拜登走马上任之后呢 其实他提出的是一个政府的一个刺激方案 当时候的那个规模 是差不多达到2.3兆的一个刺激方案 但是他在众议院跟参议院 都没有取得所谓的大多数议席的支持 所以他就把这个规模稍微缩小到差不多1.75兆 1.75兆还是没有被通过 他就把这个东西再缩小到 到如今的1.35兆 其实是一个迷你的刺激方案 这样子来看 他刚刚取得数尔末跟所谓的在两院的支持 才得以通过 就主要的特点是 他通过这个法案来降低对药物处方的费用 或者是还有再持续的去津贴 美国人民的医疗保险的支出跟开销 这样子的东西他需要时间去digest 他需要时间去reflect在整个经济层面上 他其实会不会为今年的通分数据有很好的帮助 我觉得可能还不会 可能明年或许会有一些帮助 这样子来看 经济层面的那个好处 并没有比在政治方面上 比拜登的帮助来的大 这个是市场有一个公式 看起来比较像是一个象征 还有炫扬他政绩的一个法案 而不是没有太大的实际的作用 我们在聊完整个通行的问题 其实我们也持续来关注最近的市场的行情 因为最近市场的行情 似乎是好的不得了的 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 目前暂时是脱离熊市了 而且在跌入熊市后从近期的低点 其实是上涨了20% 有很多人觉得这可能会是 新一轮牛市行情的开始 你是怎么去看待的 当然我们看到S&P 500 或者是纳斯达克指数都从 7月份开始大涨 已经把他们熊市的跌幅 已经拉回了一半 这个的背后是市场的预期 因为我们知道永远的市场预期 往往都是走在前头的 因为其实现在市场预设的是 每年所有有更多放缓升息的空间 它是支撑股市上涨的一个 最大的因素 刚刚我们有提到 现在唯一一个不确定性比较高的 就是企业的库存调整 就是所谓的inventory 它会怎么样去影响美国的 那个美股的盈利 可能会延伸到今年年底 或者是明年年头的 所以这样子来看 未来股市也有可能会 因为财报的利空 而不时有所谓的拉回 或震荡的洗盘的一个现象 这样子的一个涨潮来看的话 它短期内对短期投资者 的确是有一些蛮多操作的空间 但是我不会说最坏的时机还没有到来 而是依旧还有一些阴云笼 照在美股股市上面 当然我们要看到我们进入11月或 只要我们进入9月尾或是10月份的时候 会有陆陆续续有更多的美国的 等于一个双旗选举的民调出台的时候 它也会牵动市场的神经 因为如果民主党在所谓的两边都没有取得 所谓的大多数的议席的话 其实对美国政治那边其实是好事 因为你就会有比较好的一个 会有很大的那些法案被通过 这个对市场而言是好事的 当市场在CPI 在政局也出现一个 天心上荣的一个景象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关注的是美股企业 有多快能够去调整他们库存 停滞不前的这个问题 这个就很关键 昨天晚上沃尔玛的那一个财报 就相当让人有 其实是有惊喜的 因为他们的Net profit也好 Net revenue也好 都取得比市场用于预期的一个表现 他们维持他们第下半年的预测 像我们在进入下半年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美股 会开始慢慢去调整他们的库存 这会为市场带来一些活动 这个是我们所要谨慎去看待的东西 所以对于你而言 其实这次美股的反弹 到底能够持续到多久呢 尤其是最近大家都非常关注 就是美国都陷入了经济的基础性衰退 你会不会担心当前的美股的表现 可能会和当前的经济的基本面 已经是完全脱货了 也就是说可能经济不怎么好 但其实美股还是不断的来来去反弹 可能整个美股的反弹 都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一个现象 我这么说吧 其实我们看到当全世界都以为美股在第二季的财报 会相当糟糕的时候 其实第二个数据其实出来反而数据相当亮眼 我们开始看到的是在各大工业指数 我们看到manufacturing PMI 开始有一些放缓跟回落的一个迹象 我们再看看GDP连续两个季度取得的负增长的一个迹象 它就是我们称之为technical recession 技术性熊市 为什么称它为技术性熊市 就是因为过去的两个季度 它在数字上技术上是处于熊市的 但是我看underground 在经济表面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过去的所谓的consumer sentiment 调费者信心指数 都开始有取得一些在接下来的12个月份里面 以厂家也好商家还是消费者的 其实是比较转向乐观一点点 所以这个其实是好事 因为股市并不需要看到 我的GDP真正增长 我才开始飙涨 因为其实股市就是反映市场运气最好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的美股是涨势是不止的 我们看到在6月份最低点的时候 从技术性来看的话 只有不超过15%的美股 是站在他们的50%的日均线以上的 就是说他们的50-day moving average的那个现象 就是说他们的股价是极度低迷的 两个月过后的今天 现在基本上有90%的股的股像 是站在50 moving day average的平均线上面的 对于一些比较technical的投资者来说 它是一个熊市转名式的一个信号 所以我去纵观从1957年以来 当这样子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其实每一年的那个平均报酬率都超过20%以上 而且都是处于在forstif return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是觉得投资者需要谨慎 但是也不需要过于悲观 因为其实这个inventory的问题 其实市场已经是人尽皆知的 我需不需要 但是当我在部署的时候 我不可以太过乐观 我不可以盲目的乐观 CPI回落 它是一个纽市的讯号 它并不代表 它不可以一概而论的一个问题 它或许是 你可以持续的增持一些美股的一个信号 它并不是说你要all in 它是一个纽市 这不是因为接下来它就很依赖于9月份 10月份11月份能量充分的数据 会不会有效的回落 这个才是关键 那么其实提到关于增持的部分 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整个的财报季 已经是差不多公布了一段的时间 几乎已经来到了尾声 其实谈到关于增持美股 你是怎么去评价 可能在这一季公司的表现 你是怎么评价的 其实就很取决 到底其实投资者想要在怎么样的一个板块做一个波数 如果说我这样子来看吧 我们先看大数据 美国的 我们看到截至于 5号 8月5号的那个数据来看的话 在S&P500 Index里面 差不多有87到90%的媒体 都已经发布了他们第二季度的财报 这样子来看 以总体而言他们的那个盈利增长是差不多在6到7%之间 它是2020年第四季度以来最低的增长率 之所以其实增长其实还是有办法 但是它还是取得正面增长的一个迹象 在所有已经发布财报的企业里面 当中75%的那个他们的每股盈利都是高于预期的 但是来看的话 他们的那个positive surprise earning surprise 从盈利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是超过了之前预计的3.4% 但是以长期的平均线来讲 其实是在8.8% 就是说它还是有正面增长 只是它是低于市场的那个平均线 所以这样子来看 我如果我现在我要开始做一个长期部署 可能说我要去看一些高质量的增长股 科技股是跑不掉的 比如说苹果公司 他们的那个股价的那个表现相当坚韧的 相当稳固的 它的那个抗跌性很大是相当的强 但股价的表现也是相当的标签的 当然如果投资者想要在市场做一些比较保守的 比较稳健的一个部署的话 其实医疗保健股 像你刚刚有看到那个降低通膨法案 其实对医疗保健股是一个一大利好因素来的 但是来看的话除此之外 如果投资者是觉得美国极有可能实现软着陆的话 这些银行股现在的股价是相当的低迷 因为其实跟他说利率增长 的确会为银行带来一些蛮可观的一个新的收入 但是这个东西都已经是price in了 市场更担心的新的是 万一我有硬着陆的话 会不会是一个经济大萧条 反而银行股会被拖累 如果他投资者觉得其实软着陆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们递开衰退的可能性是有的话 其实银行股是一个相当值得被倾卖的一个买卖 那再跟Sherman聊了这么多 尤其是在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有很多的投资者都非常担心熊市 有很多人都是目前是处于比较悲观的一个的态度 但目前看起来是已经有出现了一些的转机的 尤其是目前整个的通膨有点稍微的回落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 因为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再出现一些可能是出乎预料的一个黑天鹅的事件 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Sherman 你带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你对于市场的观察 谢谢你 好 谢谢盛 财经股市是由BFM财经制作的股市分析节目 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一中午12点 在我们的脸书专页BFM财经和YouTube频道同步Live播出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要在我们的脸书专页追踪最新一期的节目 并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集见